109年农林榆木普查将以派员面坊 留置填表以及网路填报等三种管道来进行 普查所取得的资料 仅提供政府整体统计分析应用 对于个别资料绝对保密 普查员来到我们的家中来拜访的时候 要切记就是要看他的识别证 以及配合他所有相关的资料的填写 那这样的提供这样的所有的乡亲 所有普查的数据能够提供给我们政府 进入这个大数据来协助我们政府更能了解 关心我们这个农榆业的普查的情况之后 能够提供更好的协助以及农民的心声 农榆的普查每五年一次 今年从5月1号到6月30号来申请 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乡亲有那个新木业 农业方面大家都来配合 我们即将进行五年一次的农林与牧业的一个普查 那透过普查的方式呢 可以让各地方政府更了解我们现在整体 所拥有的所有的资源 那这个主要目的呢 是希望说能够盘整我们所有的资源 来去推广我们各项的农林与牧业 让我们各地方的经济能够更加活络 市长江中渊表示普查所取的的资料 将作为农政机关研定适当农业施政方针 改善农与业经营 以及制定未来产销计划的参考 敬请受访互配合办理 主要我们就是说你农业农土散和企业 这个企业这个企业这个企业 包括企业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要来做一个记录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你这个市政的方向 提供我们中央政府来做一个专民性 这种政策市政的方向 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 我们可以说你整个农业募业的这种 竞争力顶头来做我们最好的这种旗顺 来做政府最好的参考 马桃里这个参考的过程 了解到我们以前这种 多多的这种推动的方向 深受适当 有的好的我们要继续来保持 有需要条件的我们来做局部的这种条件 施工所也强调 普查员除了会佩戴证件之外 也会亲自递送受访护韩文 敬请市民朋友配合 做好普查工作 让宜兰未来更美好 普查做得好 宜兰更美好 赞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